幸福的果栈 一颗梨子吃起来 除了之多味美之外 能不能还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在台中东西山上的果园里 有一位农夫 他说他不要再过着 飘活在外地的生活 他要回乡务农 他说他做的是幸福农业 钟文祥原本是位工程师 因为我原本上班到最后 就是身体不好 同一时间得了三种病 那就是甲状腺抗性 还有胃溃疡 还有玄麻疹 那身体变得很不好 所以就回乡从事农业的工作 回乡的第一年 钟文祥跟着父亲边做边学 一边观察当地的土质以及气候 应该种植什么样的作物 才会有最好的品质 后来发现当地最大宗的水果 高阶梨 的确是因地制鱼 最适合的作物 就像梨子一样 它也是需要在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 才会长得很好 那人也是一样 就是每个人就是他刚好他就是适合做农业 那他就是回来做 那就感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那这样的话自然而然身体就变好 那人就开朗多了 在2008年开始 钟文祥种植起属于自己的一块田地 因为重视生态的维护 以及认为农业不仅只是单纯的生产 而是一个两星事业 所以栽种高阶梨的过程 都采用最贴近原始的种植方式 以无毒害为原则 非必要绝对不使用农药 也有时候遇到虫害 他都努力钻研植物保护手册 来寻找自然生态猎力 可以解决的方法 网路很发达 那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网路上面 找到说类似非农药防治 像牙虫的话 今年好了 今年就是在果园里面 就是有发现到很多牙虫 网路上面可以找到说 利用那个小瓢虫 他会去捕杀牙虫 设计的梨子长得不错哦 我所谓的幸福农业就是 在我跟家人一起来照顾这个水梨 这个水梨采收下来 它就是一个幸福的水梨 那我把这个幸福的水梨 分享送到消费者手上 那消费者吃到这个 自多甜美的水梨之后 那我就是认为我做的就是一个幸福农业 经过了一整年的辛勤工作 终于得到梨子的丰收 而现在中文响的梨子 除了走传统市场的销售之外 它也为果园架起网站 希望透过网路也能增加更多的销量 我觉得网路上面 宅配的空间还是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因为我觉得它 好处就是说 果农栽种 采收就是第一时间 就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上 那新鲜上来讲 应该是直接送到消费者还是比较新鲜 不只是网路 甚至也会有人 直接到他家来敲门买梨子 嗨 妳好 嗨 妳好 再来跟你买梨子 好 就是有同事 同事曾讲过 同事老婆在附近上班 他们也都曾跟他买过 那今天要买多少 要准备要收 就是明天中秋节啊 好 待会去送娘家 如果想要体验一下 幸福的滋味 钟文祥欢迎大家到他的果园来 品尝看看他的梨子 那细细的口感 甜甜的滋味 就是幸福